貫穿高雄車站的部分就會有站東路跟站西路來服務功能 那整個計畫的工程包含了目前大家到現場等一下會有一組的伙伴會到現場去取景 他們可以看到目前站區的工程就是像這樣子 那中伯高架橋就是目前紅色的區塊就是中伯高架橋 高雄車站就是在這個地方 那現在已經完成的這個西側的地方是商業大樓還有石城樓 那未來旅館的部分也會有11層樓的建築會同步來施工 那所以在未來在2023年在中國高架橋拆除之後呢 站區的交通就會有綠色的這個站西路跟未來黃色的這個站東路來提供服務 那在市府團隊的努力之下我們跟南宮處達到了一個交流的優化的方案 包含第一個部分是縮短工期 第二個是讓車站周邊的影響的範圍最小 第三可是我們要把站西路的部分呢從原來的規劃的四車道調整成六個車道 整個的施工的部分大家可以看到我們是規劃九天施工 在第十天上午的六點開放通車 所以從二月二十七號的晚上凌晨期就開始進場施工 那其中呢這九個工作天裡面呢其實只有四個工作日 我們有五個是假日的部分所以希望把交通衝擊影響到最小 那原來的交微計畫呢是要拆除這個引道要花了兩個月 但是我們為了要讓整個影響最小所以我們把整個全新的優化的交微部分呢 是縮短到九天要把整個引道給拆除完成 那整個主橋的部分呢則是會從六個月的施工時間縮短到兩個月 那最後站西路的部分呢從原來的四車道 各位如果現場去看今天去現場去看的話就可以用四個車道變成六個車道的部分 那整個站東路的部分呢我們會趕在明年的九月之前 把它提早一年半的部分來完成來開放通行 那再進入到郊尾的部分呢我們可以看到紅色的區塊就是現在既有的引道的部分 北邊是從熱河一間一直到九如路 南邊呢就是從八德里路到建國路這邊 那這一次呢這九天呢就是要把這個引道 包含跨越九如路跟建國路這引道部分呢都一次給它完成 同時也會把博愛路跟中山路上面的永久路行就一次鋪設到位 那完成之後的站西路的部分呢 它是一個臨時的站西路 剛有提到永久的站西路是一個往南的單行道 臨時的站西路呢在這兩年半的期間 它可以提供雙向的通行 它有六車道 那因為它有行徑轉彎段的部分 那這部分我們也會加設彩色標線 以及市民要減速慢行 那再往南到下面的話 在建國路口的地方呢 也是一樣它會從既有的車站的站西路 再往南瞬間到中山路的部分 那綠色的鋪面呢就是人行道 也是會在這次工程完成中一併來施坐 那高雄車站大家知道啊 一天大概有一萬多個旅客的進出 所以為了讓整個